看心吃飯 寶哥 你好, 大家好 寶哥, 疫情期間經常開機煮飯 煮來煮去, 還是煮了幾道, 怎麼辦 香港小姐, 現在這樣整天在家裡煮 吃到嘴巴都拿起來, 什麼好弄 你問寶哥, 寶哥, 你今天有什麼好介紹 是, 說明疫情期間 是 就教大家做個防疫菜式 家裡一定做到的 就是陳皮淮山炒肉絲 有什麼好吃? 對, 我發現你很喜歡陳皮 對, 我發現陳皮是八搭的 今天的淮山我用了鐵棍淮山 也是八搭的 有什麼特別?鐵棍淮山? 鐵棍淮山… 即是正食物 正食物, 而且它的功效特別好 健康功效特別好 我請教了中醫師 我們先把淮山的皮刨掉 是否一定要戴手套刨掉 我便要戴手套 它是癢的嗎 對 芋頭和這個也癢的 聽起來很危險的防癢 或者癢後如何令癢消失 就是放在微微的火上 輕輕… 彈它… 令散的液體… 你有試過嗎? 我經常試 真的有用嗎? 風菜師傅嘗試 是嗎? 對… Saga, 如果你家開電腦 就很久不見了, 去哪裡找貨 不, 開電腦用風筒也可以 用風筒也可以 對… 最好像你這樣 戴手套很方便 對… 先把它切斷 這裡要磨三吋 是, 你想怎樣切? 切絲 先把它第一片切掉 讓它有靠山, 只能躺下 然後再來一片 今天那邊炒肉絲 你看到整個菜式 全部都是絲狀 所以這個也會切絲 對, 其實這個也要小心刺 它的殘很滑 對… 沒有你那麼好功夫 很容易刺傷手 而且不要搭著, 搭著它會滑 對 一定會逐快來 針板要乾身 否則會很滑 有時滑倒的淮山, 沒所謂 先刀就麻煩 切到自己就更麻煩 你多好, 切得不變色 又不生瘦 鐵棍淮山是普遍的 比較好 沒甚麼變色 就算你浸在水裡, 浸一晚也沒有 其實有多少隻淮山 很多… 很多 還有紫淮山 日本淮山 紫色的 對 那些傘 這些傘很厲害 這些傘才是好東西 所謂健康… 就是這些 對… 乾真真就沒那麼漂亮 寶哥 買不到你這麼漂亮的淮山 可以用甚麼代替品 買不到這麼漂亮的淮山 可以用沙角來代替 沙角也可以? 對… 寶哥, 只有淮山, 還有甚麼家伙 還有豬肉, 還有設施 寶哥, 最近不是經常都說 可以買到新鮮豬肉 對, 用冰鮮不行 不要用新鮮, 用冰鮮也可以 這是甚麼部位, 寶華 這是肉眼 肉眼部位… 瘦一點, 是嗎 對, 因為瘦一點, 比較好切 我切之前, 我會將它 冷藏到七成鮮豬肉 容易切 容易切 寶哥 是 是否要跟紋理 是 是否要冷藏到這麼硬度 才容易下刀 是, 切得比較漂亮 對… 而且沒有那麼容易斷 對… 我看到寶哥現在可以切得很薄 也很硬 如果融了雪就會一坨 對… 如果融了雪, 我們就要剪刀了 然後切得… 又是絲絲 對, 像筷子頭一樣粗 你要切幾長才叫咬入口好吃嗎 約四吋長, 別太短 太縮水了 所以不就是要… 縮三吋就好 像嘉嘉懷現在 新鮮也沒有, 雪也沒有 火腿行不行? 火腿… 你也去到後了 火腿行不行 你也沒辦法推, 你想怎樣? 用雞柳 雞柳 雞柳 雞柳比較香還是肉絲比較香 肉絲比較香 因為肉絲比較大一點, 有一點肥 有一點雪花 對 但是雞柳是否整個少許都好像沒什麼 沒有 寶哥 是 如果真的玩, 你上來玩 真的有趣一點 雞柳和肉絲一起炒 味道會不會嫩? 味道不嫩 看你要調味什麼汁醬 如果汁醬夠清, 就不怕 一樣可以? 一樣可以吃得出 現在我們先把肉絲醃了 會否覺得它這麼小, 不用醃 因為待會煮汁時, 都灰了味道 不行, 一定要醃 否則很粗 醃的時候, 希望它不太粗 我們第一時間加生粉 不要加鹽 為什麼? 因為吃了一層粉, 表面就會很滑 生粉太乾了 我們加少許的醃酒 看到嗎?每一條肉絲都要沾粉 因為我們不是炒, 不是煎, 不是拉油 是飛水的 我們一滾起, 馬上撈起 這個狀態, 肉絲最嫩滑 對 你不是炒的嗎? 這個是炒的 但我們先炒 飛水 好, 加水糖 為什麼要飛水呢? 飛水比較雪白 我們配合今天的主角 就是因為飛水要顏色而已 要顏色 如果用鍋煎也可以 但煎就有機會焦香 如果我在家裡沒這麼講究的話 可以不飛水嗎? 可以不飛水, 對 對, 可以 我哪有這麼多 他告訴你, 你不用做 你不幫忙, 又不肯做 不, 沒錯 大家都很忙 你在家裡, 沒那麼賣相 沒錯 剛才加了甚麼 剛才加了鹽和糖 我們加了基本調味料 拌勻, 拌勻至少許起膠 最後封油 要多少 用一湯匙 來到這裡已經軟身了 對, 軟身了 讓它靜止醃, 用半小時 每15分鐘就拌勻 它會更漂亮, 味道更漂亮 要弄這麼多東西? 對, 我已經醃好一碟 很漂亮, 你醃好一碟真的很漂亮 對, 雪白 還有粉紅, 還有粉紅 還有粉紅, 還有粉紅 對, 還有一碟 波哥, 齊了嗎? 齊了 可以煮嗎? 煮得 現在要把淮山飛水 飛水水不要太沸騰 少許, 像香檳氣泡一樣 如果淮山太熟, 就不好吃 所以我們這裡要飛多久? 現在開始計算, 飛一分鐘就可以了 但還沒熟熟? 六、七成熟, 對 這個菜要吃得爽口 你去淮山實所嗎? 我買了粉紅 粉紅是淮山薯, 很粗的就是粉紅 不好吃的? 那些不好吃 而且那些不是正式淮山 根據中醫師所說 淮山多數是炒的嗎 也不是兩半 用蒸 會否用其他煮的法庵粉 可以用火鍋 這個很喜歡 用淮山火鍋 煮的味道很棒 對… 甚至切成金磚豆腐的大小 然後灼熟, 冰鎮 用來淋上胡麻醬 很好吃 很棒 駱哥, 下次這些做淮山 我們先搞定這個 好, 這樣一分鐘就剛剛好 好, 現在我們先把它撈起來 你看看, 如果它差不多熟 就會變黃色 對, 越來越像薯條 對, 少許米黃 下次可以炸起來 炸淮山… 對 炸那個很好吃 是嗎? 炸完之後就很香 下次你炸給我們嘗嘗 好…沒問題 好, 然後我飛肉絲 這樣就要等水滾了 要用花水而已 要用花水 要用花水 要用花水, 用花水 有一點淮山的散 飛出來的肉絲會滑很多 對 這個很多人想換過鑊水 這樣就浪費了 飛肉絲之前, 準備一雙筷子 是 一倒…不要逐條放進去 現在倒進去, 立刻撈散 豬肉一熟就變成白色 我現在等它變得微微白 我們就把它撈起來 就不用熟太辣 讓它微微變白, 面面也浸 對, 因為我們還要炒 我留兩、三成在鑊上炒熟 對, 這樣就剛好 關火嗎 沒有關火 關火的肉絲會煤身 會熟的就煤身 要扭上來才關火? 對… 通常關火就煤身 對… 真的有很多野技 對, 如果煮一道菜 對, 如果想著用來飛水 肉絲就不要用蛋白來鹽 否則它飛完之後… 熟了? 不, 像泡泡, 很多泡泡 對 差不多了, 是嗎? 差不多了 全白了 但如果不飛的話, 就不會太白了 不飛的話就煎或炒 即是生炒 有機會一點熟, 一點不熟 這個比較漂亮 對, 這個比較均勻 很漂亮的顏色… 很漂亮的顏色 而且如果給家人吃 肉大又小, 飛水會比較健康 可以炒了吧? 可以炒 有鮮肉次序嗎?寶哥 有的, 我們先放油 爆料頭 中了招, 我們總複 這個要不要太猛油 這個不要太猛油 我們爆料頭不要太大火 因為蒜頭有糖分 是, 放什麼? 這是乾蔥頭 是嗎? 是 我今天全部都是絲 是 好, 蒜頭, 我也是切絲 薑絲 薑絲 很多這些配料 陳皮絲還沒放在一起嗎 陳皮絲還沒放在一起 如果太多, 營養和香味都離開了 把蒜頭和關蔥味都出來 然後加上紅椒絲 好的 整個菜, 我不想太重顏色 這個時間才放在一起 你看, 我全程都開小火 是 好 很香 香, 我聞到嗎? 對… 但有酒也聞到 寶哥, 你說味道多厲害? 對, 幾樣東西撞在一起很香 好, 接著我們調鑊上獻 放一茶匙蠔油 不要太多, 太多也是很深色 好, 少許鹽, 少許糖 三分水 接著我不加水去煮稀醬, 加酒 如果這樣, 待會你只顧著醬汁 剛剛很顧著 不會整個屁股? 不會… 剛剛很顧著 剛剛很顧著你, 對… 接著我們先加淮山 好, 跟出水的次序一樣 對…好, 這個時間要開大火了 它那個淮山的水分, 你怎麼處理 這個水分…你現在滲在鍋底 蒸發 聲音就大聲了很多 讓它慢慢蒸發 對, 接著這個肉絲… 這麼快… 對, 這個要加的了 水分散了 對, 散了很多 一拋就感覺到很多 對, 水氣… 好, 先加薄蜆 薄蜆 好, 接著加一點酒 總之無求令它掛汁 掛汁, 對, 剛剛好 你炒出來, 打漬的鍋是看不到的 好, 炒好了 還在嘗嘗聲 真的掛汁… 很香… 一打漬的鍋, 一滴汁… 對, 很香, 真的很香 一定要用薑、蒜和乾蔥頭 才可以 把味道扯出來 而且陳皮很有… 如果我再加一倍陳皮 會不會更加濃烈? 真的嗎?真的會比較香嗎? 不, 我怕它太金, 太適合了 就是適量 適量 適量是不是?寶哥 我放三分一個 你看到懷山的顏色除了蠔油色之外 陳皮的顏色也是20多的 對… 你又覺得對, 別放這麼多鮮色的東西 三、兩種椒就算了吧? 對, 盡量令它更珍貴 更珍貴 好, 這就是陳皮懷山炒肉絲 希望大家喜歡